欢迎来到我们的亚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内容等着大家 首先 让我们谈谈美食 东京的Cision荣获2024年亚洲50家最佳餐厅的桂冠 这家法式餐厅的升级之路可谓是精彩分成 从去年的第二名月升至榜首 而新加坡则以9家餐厅上榜成为最大赢家 看来美食爱好者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可能已经清晰了呢 接下来的新闻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振奋 泰国成为东南亚首个通过法案合法化同性婚姻的国家 这个决定不仅是对LGBTQ群体的巨大支持 也预计将进一步提升泰国做一个包容和友好的旅游目的地的形象 而在商业领域 台湾的研化公司决定将马来西亚打造成东南亚的枢纽 这一战略布局显示了亚洲企业对区域合作和发展的重视 最后 我们来聊聊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转变 在日本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一个尿布制造商决定放弃生产婴儿用品 转而专注于成人尿布的生产 这个决定反映了日本社会和经济面临的挑战 同时也展示了企业如何适应这些变化 另外 菲律宾和新加坡在处理与中国关系方面遇到了一些波折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在国际关系中谨慎形势的重要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故事 揭晓了2024年亚洲最佳50家餐厅 雅虎 东京的Cision被评为该地区年度亚洲50家最佳餐厅奖的冠军 英国厨师丹尼尔·卡尔福特的餐厅去年排名第二 2022年首次进入排名第17位 东京的法式餐厅Flourage上升了5个名次 排名第二 而曼谷的Gagong Arnold排名第三 新加坡在榜单上拥有最多的餐厅 有9家餐厅进入前50名 曼谷有8家餐厅上榜 而香港有2家 泰国通过法案合法化同性婚姻 南华早报 泰国已成为东南亚首个通过法律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 该法律需要在参议院和国王批准后才能在皇家公报上发布 并预计在120天内生效 泰国一直受到LGBTQ游客的欢迎 这项法律预计将进一步提升该国作为LGBTQ友好目的地的声誉 旅游业占泰国经济的约12% 台湾的盐华公司旨在将马来西亚打造成东南亚枢纽 日经亚洲 台湾工业计算机制造商盐华计划在马来西亚投资制造业务 打造一个为东南亚客户提供服务的区域中心 该公司已在槟城开设了一个共享服务中心 并与马来西亚大学合作培养工程人才 盐华计划在墨西哥和土耳其复制这一战略 为其他地区提供服务 该公司将新兴市场分为亚太地区 印度 中东和拉丁美洲四个广泛的区域 并在全球范围内扩大生产 以应对客户多样化的运营需求 在日本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 尿布制造商放弃了婴儿产品 转而生产成人尿布 南华早报 日本制造商Arginipier是纸品巨头 Argi Holdings的子公司 宣布将停止生产婴儿尿布 全面转向生产老年尿布 这个决定是由于婴儿尿布需求下降 和日本人口危机的恶化 该公司在2001年每年销售约7亿个尿布 但去年这个数字下降到4亿个 日本的人口一直在下降 2023年该国只有758,631名儿童出生 创历史新低 该公司计划加强成人尿布的生产 因为预计日本对他们的需求将增加 Arginipier将继续在海外设施生产婴儿尿布 并计划增加在外国市场的销售 菲律宾必须以温和的方式处理争端 否则将错失贸易机会 南华早报 据报道 由于南海地区的持续紧张局势 菲律宾去年中国的建筑和非金融投资 出现了100%的下降 尽管两国关系恶化 中国对菲律宾水果的进口限制并没有出现 这更多是与前总统罗德里格杜特尔特有关 因为杜特尔特已与北京建立友好关系而闻名 菲律宾对南海地区的关注 使其很难专注于彭博发展的经济和技术领域 这使其与积极投资于这些领域的邻国相比 处于不利地位 中国的航班暂停 对新加坡关系不利 彭博社 据报道 新加坡航空公司因为获得中国民航局的批准 将暂停飞往重庆和成都的航班 此举是继韩国大韩航空和韩亚航空削减中国航线之后的又一举措 同时也是中心两国关系紧张和中国实施的限制措施的结果 虽然这一暂停对新加坡航空公司的影响不大 但对中心两国之间牢固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好兆头 与其他亚洲国家对北京扩张持谨慎态度不同 中心关系一直保持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寻求加强与亚洲经济体的货币联系 彭博社 中国人民银行PBOC旨在加强与亚洲经济体的货币合作 以增强该地区的金融稳定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弓胜 在中国博鳌论坛的一个小组讨论中谈到了双边货币互换在支持贸易和投资活动方面的好处 中国已经与东盟成员国日本和韩国在清迈倡议下签署了协议 潘弓胜还表示亚洲国家应该合作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中国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防范 博鳌最新消息 澳大利亚葡萄酒关税将取消 商品面临逆风 彭博社 中国每年一度的博鳌论坛本周举行 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讨论了金融合作 人工智能治理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等一系列话题 投资者密切关注论坛 以评估中国的经济前景 投资环境和开放承诺 在2023年 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降至30年来的最低点后 中国希望提振海外投资者的信心 论坛还讨论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问题 以及技术创新在推动产业价值链升级方面的必要性 曼谷被垃圾堵塞的河流将被清理掉数吨塑料垃圾 南华早报 非营利组织The Ocean Cleanup 已经部署了其拦截器船只 每天从曼谷梅南河清理多达1.5吨的垃圾 泰国每年产生约200万吨塑料垃圾 但只有四分之一得到回收利用 拦截器使用浮筒将垃圾引导到粪碱机中 并已在吉隆坡和雅加达进行了部署 亚洲最佳餐厅在东京提供法式美食 彭博社 今年的亚洲50家餐厅榜单中 东京的Season被评为亚洲最佳餐厅 这家法式餐厅位于东京丸之内的四季酒店 去年排名第一的曼谷鲁度餐厅下降至第12名 而曼谷的另一家餐厅Nosera排名第6 新加坡成为该地区获奖餐厅最多的国家 有9家餐厅入选榜单 艾伦·皮奇马什在朝鲜电视台被审查后做出反应 英国独立报 朝鲜电视台在BBC主持人艾伦 蒂奇马什的原艺节目《艾伦·蒂奇马什的花园秘密》的一集中 对他的蓝色牛仔裤进行了审查 这一集在朝鲜中央电视台播出 蒂奇马什的裤子被模糊处理了 蒂奇马什此前曾表示 他很高兴这个节目能够超越障碍在朝鲜受欢迎 尽管朝鲜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瑞士上学 并且喜欢西方活动如篮球和电子游戏 但该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禁止了牛仔裤 因为他们被视为美国或西方帝国主义的象征 目前尚不清楚朝鲜是如何获得这个电视节目的 但该国有非法盗版中立内容的记录 新加坡男子被指控对两名台湾政治家发出炸弹威胁 南华早报 一名新加坡男子因被控对两名政治家 包括台湾立法院长发出虚假炸弹威胁 而被送入精神健康设施 53岁的卢彭胜周二被控四项发布虚假 有害信息的罪名 如果被判有罪 他可能被判入狱最长7年 罚款最高新币5万元约合37,350美元 或两者兼施 苏哈托的澳大利亚朋友和秘密使者 克莱夫、威廉姆斯到底是谁 南华早报 一部新传记揭示了澳大利亚人克莱夫、亨利、威廉姆斯 在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苏哈托身上扮演的迄今为止未知的外交家和非官方使者角色 在苏哈托32年的统治期间 威廉姆斯作为西方大国与印尼领导人交流的关键渠道 他作为外国政府与印尼之间的中间人的活动仍然显没人知 澳大利亚外交官采用特殊代码来隐藏他的身份 在1970年代 威廉姆斯在印尼入侵东地问前的准备阶段 以及1991年11月圣克鲁斯大屠杀后再次被召唤 当时印尼军队杀害了250名侵独立的东地问活动人士 威廉姆斯于2001年去世 没有留下关于他的埋葬地点的信息 历史学家指出 由于印尼的文化和语言障碍 中间人在印尼历史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原商人困惑不解 因为中国的关键日常信号变得模糊不清 彤博社 中国人民银行PBOC 关于人民币每日参考汇率的混乱信号 正在削弱交易员对该货币走势的预测能力 这个定价是引导市场预期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方法 尽管它也允许更大的波动 可能会波及其他货币 包括美元 最近 中国人民银行削弱了定价 从而表明愿意让人民币贬值 同时也加强了定价 以遏制货币贬值并提振出口 日本尿布公司将目标市场从婴儿转向成人 英国独立报 日本尿布制造公司大王制止 RG Holdings 由于对该国人口老龄化的担忧 将从生产婴儿尿布转向成人尿布 近年来 婴儿尿布的销售急剧下降 而老年人口却不断增长 该公司将继续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生产婴儿尿布 因为那里的需求仍然强劲 大王制止将转而专注于生产老年人的卫生用品 预计这些产品将用于养老院 老年公寓和其他公共设施 据预测 日本的人口将从1.25亿下降到8800万 预计在2065年实现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